本聚是讲的 众生本聚之心 记忆自心 壮严自徒 如水归海 如香阴神 仙徒不二 因果同事 世故发脏发愿完毕 空中就赞叹 决定必成无上证据 感应到脚 不可思议 为什么 它是一体 我们信心要从这个地方建立 这是真因相信 那如果不是一体 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 我造的一身罪业 我能去吗 它会不会不要我 有这么多疑问在呀 现在知道是我们一体 这个疑虑就没有了 怀疑 顾虑没有了 自己确定自己 确定的圣经度 那么我们只要跟阿弥陀佛 所教导的 相应 阿弥陀佛叫我们真心 没有丝毫怀疑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我们真心 真愿 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换一个环境 我到那边臣佛 臣佛为什么 是为独中生 阿 所以你要知道 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乐去 如果你是享乐的这个心 去不了 为什么 那边是大臣 你跟大臣不相应 大臣是大菩萨 大菩萨是一 大慈大悲 救护一切 苦难众生 在那里 并法界虚空间 一切诸佛 插图里面的六道众生 是法界的众生 是为这一种事情 这跟大臣 跟佛的本愿 完全相同 非常欢迎你来 志同道 所以跟念佛多少没关系 志同道口的时候 他马上就要找你 你不去他也拉你去 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 是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目标 干同一段事情 哪有不感应的道理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 住得再长 最后归宿决定是基督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做了保养 他那么长的寿命 我以为 那是阿弥陀佛 加持他的 不是他自己有的 阿弥陀佛 为什么加持他 这个时间 有苦难 很多修佛的人 错 修错了 念佛的人 也念错了 他来做个好朋友 在这个时代 学佛真正成就 学他 念佛真正往生 求他 学他 一定要给世间人 做出最好的榜样 这个榜样 就是持戒 说法 听话 老实 社会上 都欢迎这种人 虽然不是很重视他 或者又瞧不起他 彼此在这个时间 不发生冲突 家伙万事性 这对社会 就是莫大的贡献 我们要懂得 老和尝一生 没发过脾气 一生 没有跟哪个人 哄过脸 不高兴 没有 老和尝不批 都批评着 老和尝不嫉妒人 老和尝不嫉妒人 我们天天天在学没做到 他全做到了 他不认识他没学过 他怎么会的 其实开悟全明白了 虽然开悟了 还装个装向没开悟的样子 你完全看不出来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才能试 是要吃亏 要修人如波罗 别人毁谤 能接受 天天还很欢喜 对毁谤的人很贡献 感谢他 为什么呢 替我小业长 出题目来考 我通过了 怎么会不欢喜 被骗了 被欺负了 被侮辱了 都不在意 不放在心上 甚至陷害我 侮辱我 都不要放在心上 都存一个感恩 心里 真的是来考我的 很难得 他出这些考题 我都能通过 不放在心上 就都通过了 对他有感恩的心 他现在不知道 将来他会知道 他修佛 入佛境界 他就知道了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佛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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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